你吃过健安喜GNC的保健食品吗? 在家中找一下保健食品的瓶瓶罐罐 或者在路上商场哪里 你必定看过GNC的中影 GNC是全球保健食品一哥 主要贩售维他命、运动营养品、草本植物、矿物质等等的保健食品 是大家常见的主流品牌 但在疫情出现前 其实公司的财务状况就已经有点困窘 最后导致美国公司的保健产品与门市 销量不佳 目前已经向美国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现在也计划出售公司 关闭商店 这个新闻引起了我们对于GNC的好奇 一代保健食品大王到底是怎么 如何建立自己的商业版图 开始起家的呢? 又是怎么沦落今天的失败呢? GNC的创办人David Shakaria 来自于一个美国移民家庭 初次来到美国 David的父亲就开始从他们以前的家乡 进口制造优格 他们非常相信优格对人的身体有健康益处 在销售的过程当中 以Luxum作为品牌名称 但是David家也跟很多其他人一样 遭遇了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 David并没有因此上市斗志 在后来1935年时 David开了一家叫做Luxum的店面 继承父亲的企业家精神和信念 那些如蜂蜜、鼓励和健康三明治等等的健康食品 在当时其实被认为是过时的产业 不过大家喜欢Luxum这家店所贩卖的健康食品 虽然第一天的营售只有35美金 但生意慢慢开始做起来 谁也没有想到 在完成第一间店开立的6个月后 David就计划着成立第二间分店 串起速度非常快 在接下来的5年期间 分店持续的开设 David慢慢在健康食品领域当中 斩肉头角 不只是事业做得越来越好 甚至也非常活跃于 电台节目和广告上 在当时那个年代的健康领域行销 David可以算是相当领先 头脑也转得很快 曾经发生过一件事 有些人因为手推车故障 无法前来找他购买产品 David快速的就改了广告看板内容 改成如果客户不方便前来 客户可以把钱寄给他 他会把产品为客户寄出 开始了油购的模式 没想到大家还真的照做了 经过持续的努力 在25年后 David已经拥有了18家零售商店 还有油购的商业模式 在1960年代 当人们开始接受天然食品 还有想要吃得更好的营养观念后 David也在这时把公司命名为 General Retration Centers 也就是G&C 以此作为继续扩展的品牌名称 在这之后 他没有停下扩展分定的脚步 甚至也找了购物中心作为贩售推广 和接触客户的场地 实际与客户面对面接触 试用产品是他认为最好的销售方式 公司业绩真正日上 1980年代是公司成立近45年来最赚的一年 品牌有超过800间的实体店铺 并且南克罗拉多州 也成立了自己的首家制造工厂 来制产维他命C 公司也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 公开交易 1984年创办人David逝世后 G&C持续地在扩展事业的版图 以批资宝为根基 慢慢借由授权和拓展国际市场 成为全球最大最专业的健康食品制造商 所拥有的产品品像有 维他命、矿物质、草本补充品 运动营养补充品 以及个人照护相关的产品 不过近年来美国公司营运不佳 G&C表现不好 2020年受到疫情冲击 实体商店的销售大幅下降 但其实在这之前 G&C原本以购物中心为主的策略 就已经随着购物中心客流量的下降 线上购物崛起 以及沃尔玛和好市多等量饭店 用更便宜的大包装出售同类商品 业务早就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 目前公司已经申请破产宣告 并出售公司关闭美国门市 G&C的退出市场并不让人意外 最近三年中 来自大型超市、量饭店、电商的竞争下 公司的销售和利润持续下降 在美国几项质疑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诉讼中 损害了品牌的声誉 虽然在2018年 G&C曾经取得具有中资背景的 哈耀集团3亿美元的资金 暂时获得传协 不过有了钱 根本的竞争劣势还是没能解决 经营成没办法扭转公司营收下滑的颓势 在台湾 如果G&C品牌只是授权经营 产品可以贴牌资产自销的话 影响可能不大 又或者看哪家公司会出资来接手G&C 就让我们继续观察吧 将近百年历史的保健食品大横难抵商业竞争 市场不是好混的 这次疫情不过只是一根稻草 最后我们会继续带来更多的公司 会有更多有趣的商业故事 持续追踪 记得订阅啊 我们下周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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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